我覺得現在我朋友會形容我是有自信 知道我要什麼 很有動力 但是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很長的一段時間那不是我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一些的特質 會覺得說 因為我是這樣子 我就只是這樣子 在這本書裡面提到就是 你是這樣子 不代表你只是這個樣子 在我的經驗裡面 有一陣子不是這樣子而已 它不是只是太傷心 有一陣子是感覺裡面實氣沉沉 也不是感覺說是非常傷心 但是你也沒有任何其他的感受 今天也是這樣 明天應該會這樣 所以對未來就完全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我今天就算死了 別人死了 根本不傷大眼 人生就是這樣子 真的是一講完就兩個secure guard 就出現在門口 We can do this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我就被關在一個房間的裡面 有沒有這麼巧呢 就是好朋友好朋友到一個地步 同一天出書的到這個地步 就是我跟Peter兩個人 同一天 真的 9月1號 對 我們同一天 所以今天我的節目就邀請Peter來 哇 對啊 謝謝 謝謝 謝謝紫居牧師 雖然你書有出來 但是你今天還願意花時間 來訪問我 關於我的書 一定要 一定要這樣子才能夠 表示我們是好朋友 對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管他的就是要有盼望 管他的就是要有盼望 管他就是幫你推出 然後我也相信我一定會賣得很好 要不要先講一下你的書 自己的書 我現在才不會不好意思 其實 沒有 其實我 我也是很想要知道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 其實大家都認為說 你現在很成功 但是從來沒有人知道 因為你沒有出這本書 我也不知道過去的你是這樣子 了解 因為 因為我們認識的你已經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林洋棠認識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你是回來的時候 的樣子 可是我們不知道你過去是這些故事 對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先 你先講講 現在你的朋友會怎麼形容你好了 OK 如果 如果別人形容你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我朋友會形容我是有自信 然後 知道我要什麼 很有動力 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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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e 很有 對 就是很想要去 做一些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的你是這樣 對 看到我是這樣 但是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不是我 所以如果你對一個15歲的Peter 說有一天你會是這樣子的話 我一定會說你是在開玩笑 或者是我有一個雙胞胎 是我不認識的 還是什麼 對 真的假的 對 那其實這本書的序裡面 我有講到 就是有一天我在跟我朋友 在吃飯喝咖啡的時候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就問說 Peter你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你覺得要怎麼樣子可以當一個有自信的人 如果有一個人他想要成為一個有自信的人 對 或怎麼樣 你給他的意見是什麼 那他那時候問我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 嫩住 因為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覺得我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對 說實在到現在 我有時候還是會覺得我不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No way 真的 我是說真的 我是說真的 你不要安慰我們了 對 沒有 你知道我們當牧者 我們都會有一種 就是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都會很怕沒有人出現 對 對 那因為我從小的時候 就是 我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我小時候 不要辦生日派對 我就不想辦 那我不想辦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不想有生日派對 我只是覺得不會有人來 所以我去我參加我朋友的birthday party 去麥當勞 然後 有一大群的朋友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回家的時候 我媽媽就問他逼著你要不要辦 然後我就說我不要 那不是因為我不想要 只是因為我覺得我辦會沒有人來 那這種心情到現在 其實我還是有 所以在我們教會的 我們教會的團隊的夥伴 他們都知道 我們最常 我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我們辦這個怎麼會有人來 辦這個怎麼會有人來 然後大家就會笑一下 但他們笑一下 他們可能覺得我在開玩笑 我是真的 內心覺得不會有人想要來這些東西 所以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就是透過這些 我透過這本書 讓我有機會去思考一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為什麼這些感覺 曾經有 但是今天可能還是有些存在 那我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種 裡面這種爭執 對 其實我覺得透過這個機會 也讓所有我們的網友知道 而且認識你 因為這本書就是來幫助我們 知道曾經你也走過憂鬱的過程 對 因為我們都以為說 我們在螢光幕前 陽光嘛 或者是大家都被我們鼓勵啊 你要正面啊 你要有盼望嘛 對 可是都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們 我們也有憂鬱啊 對 我們也 你也有憂鬱嗎 我們也有啊 你也會 你看起來就是永遠都是笑的 沒有 那是我們都張嘴笑照相 好不好 你知道有一次 那時候在疫情中間 我不是有一次來找你喝咖啡 對 然後回去之後 我就跟我們的一些同工說 我說我要跟子俊牧師多多學習 因為我那天跟他喝咖啡 他看起來就是超relaxed 我那天不是問你 那你最近怎麼樣 你說 我覺得很好啊 反正這疫情也會過去啊 然後就跟我同工分享說 I want to be bored like it 因為我在這個中間 我就覺得很煩 覺得不能出門 因為那時候台灣規定嘛 有很多的規定 然後就心情很煩躁 所以你說你會憂鬱我 真的會有點 我也是沒有辦法去想像 沒有 其實我也是 但是我 我會 我常常會讓自己 找一些事情 讓我可以switch 然後像什麼 你說打switch嗎 不是 我其實常常蠻 蠻常會自己會覺得 會很低潮的時候 因為我從小是一個人長大的 我爸爸媽媽只有身為一個人 很 怎麼講很孤單 我覺得我是很孤單 那就是牧師的孩子 我相信 所以我的issue是孤單 很怕一個人 然後很覺得 會 會 只要是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會想很多 所以你算是內向還是外向的人 你覺得 我original的自己是很內向的 OK 我到高中的時候 我到高中的時候 還有同學一整個學期 到學期末跟我說 劉子俊 今天是我第一次聽到你講話 然後 大概沒有人相信 真的 那你是後來是怎麼變成 現在這樣子 不知道 能夠跟別人家去聊這些 因為我覺得你是一個很 你的書也是在講到溝通的藝術 第一個 第一個 因為我上的 上大學學的是 Social Work OK 所以我們是要 要學習怎麼樣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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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主唱 就叫他講話 OK 然後我又很羨慕那些 很會講話的人 OK 所以我就開始學 像訓真牧師 對 他真的很會講話 類似 所以我就慢慢 我覺得也是慢慢學的 所以 其實我的書裡面 我就寫這些有關 我們慢慢學 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 是鼓勵大家 就是好像 我們在螢光幕前 大家看到我們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也走過這一段 你分享一下 你怎麼走過 我覺得你剛剛說的 那一點很好 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們就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是這個樣子 我這樣說好了 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一些的特質 會覺得說 因為我是這樣子 我就只是這樣子 但是 我覺得 在這本書裡面提到就是 你是這樣子 不代表你只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本書裡面 我提到說 我以前有憂鬱症 那憂鬱症 這件事情其實 對我現在來講 其實 要去承認有憂鬱症 其實算是簡單 因為這是一個過去的一件事情 但是書裡面有提到說 我有ADHD 也有強迫症 OCD 那這兩個東西 是我到今天都還有 我在今天都還有 耗動 然後我也會有OCD 有些的強迫症 那這兩個要去承認 其實 是蠻困難的 所以那時候 要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點掙扎 因為 因為很多人可能聽過 我憂鬱症的故事 有些的節目訪談過 或者是我在講到都會提到 那一塊要去承認或是去分享 相對來講沒有到那麼困難 但是要去承認我是有 ADHD跟OCD 因為我覺得OCD 某種承認是蠻怪的 那我自己也是有 aware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去講這些的時候 我是有點害怕 對 害怕去分享 然後再來是因為寫到書裡面 它就是永遠在那邊 對不對 就是感覺到歷史 它就是一本書就在那邊 所以不像是 網路上還可以把這個影片 delete 掉啊 或是什麼書出去就出去 你不肯把它說 大家買的書收回來或是什麼 對 但是那個時候可以幫助我去 做這個決定 要去願意把它寫下來 是因為我開始發現到 就算承認我是有 ADHD OCD 強迫症 這不代表我這個人 就只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我 但是我不是只是這個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也提到嘛 就是可能從小會覺得 比較是內向 或是比較怎麼樣子 或是怕孤單或什麼 但是慢慢長大之後 會發現到 OK 可能那一塊 它不會完全消失 Yes 對 我覺得它不是 有時候我們基督徒會覺得 好像信你耶穌之後 你整個人就DNA全部改了 I don't think so right 我們還是會有不安全感 我們還是會有怕孤單 還是有這一切 但是我們能夠去接受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 identity 我們的身份 不是來自於這些東西 我不是因為覺得 我是一個怕孤單的人 或者是憂鬱的人 或者是有OCD的人 我是 我第一個身份是神的孩子 I'm a Christian I'm a son of God 我是一個基督徒 Who has OCD 我不是一個OCD的基督徒 我是一個基督徒 但是有OCD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轉化 所以在那時候我就 就比較能夠決定說 好 那我願意寫這本書 那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我 我現在有兩個孩子 我的兒子跟女兒 那在孩子的身上 常常會看到自己一些過去的影子 自己生命的影子在孩子的身上 那有時候我觀察到 我的一些的影子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說實在我會有點擔心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知道 有這些東西在過去 在我人生裡面是 讓我多麼的辛苦 所以我那時候 那時候出版社來找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的就是 我希望寫一本書是給我的孩子 我那時候真的 就算別人沒有買 我就還是希望我的孩子有這本書 希望讓他們可以用一些的 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爸爸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他們自己 因為我相信可能我遇到一些東西 他們可能也會遇到 對 那如果有一件書是幫助他們看到說 可能因為他們現在認識爸爸 都是在台上一幕前 我的女兒在教會都知道 大家都認識爸爸 爸爸是台上那一位 所以 所以但是 但是我希望他知道說 爸爸不是只是這樣子而已 爸爸其實有好多要去去克服 而且到現在都還是有一些的 要去克服的東西 那如果 If God can use Daddy 神可以這樣使用爸爸 對你也會有盼望 所以這本書我那時候 Dedicate 就是給這兩個孩子 哇 很感動欸 你剛剛在講的時候我就想到你的書名 前三個字說管他的 因為本來我們就有這些軟弱 所以管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就是要誇我們的軟弱 好像基督的能力 可以復兵 對 好像保羅 保羅他不是在寫說 你要誇我來 要誇要誇什麼 我誇我的軟弱 我覺得感覺保羅那時候心裡想就是管他的 管他的 我就是有軟弱 我就是有這樣 我就是寫出來讓你們知道 因為今天他知道這些軟弱不能夠低音他 他不是因為這個骨中的這個刺 肉身的這個刺來跟他是誰 我反而認為當我們分享我們這些軟弱的時候 不是我們把我們多剛強寫出來 而是我們分享我們的掙扎 就像你把你的軟弱寫出來 其實反而更能夠鼓勵弟兄姐妹 活出一個靠主剛強 所以保羅才會說 何時我們軟弱 何時我們才得剛強 所以你在書裡面你有提到你 是不是還有真的被抓去精神病院 是真的精神病院 你跟我分享一下那些經歷 OK 我在 可以嗎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我在國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憂鬱症 其實那時候有憂鬱症的時候 我不是 因為憂鬱症其實你會 很多本來在做的事情都沒有起勤 都不想去做 有時候很多人對憂鬱症有一個錯誤的了解 就是大家會還以為憂鬱症就是 你今天傷心太久就變憂鬱症 所以如果你今天傷心一個禮拜 就叫做傷心 傷心一個月可能有憂鬱症 三個月都還是傷心 你一定是憂鬱症 但是我至少在我的基因裡面憂鬱症 不是這樣子而已 它不是只是太傷心 我覺得憂鬱症是感覺裡面死氣沉沉 所以你覺得也不是感受是非常傷心 但是你也沒有任何其他的感受 所以我在國中 國中開始有些的現象到高中的時候最嚴重 我以前是耗動 我A.D.H.D.H.D. 所以我也想要參加很多學校的一些的運動或什麼 慢慢的就不想參加 然後他有憂鬱症 所以我就跟我媽媽分享 然後我媽媽就帶我去看心理醫生 那當然看心理醫生對我來講不是一個 有點像是江場便飯 因為我從小就有去看 因為耗動跟OCD 其實從幼稚園一年級就已經開始有去看一些醫生 那但是高中的時候去看心理醫生 他就說你有憂鬱症 因為他看我們家的病史 我爸爸還有 他是有十個兄弟姐妹其中一個 所以裡面有幾個 我的uncle我的叔叔姑姑他們是有憂鬱症的 然後他們尤其有些是在加拿大 他們是可以甚至可以領那個政府的補助金 就是因為就業補助金這些這一方面的benefit 所以後來我去開始吃藥 然後每個月要去看心理醫生 然後結果有一次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沮丧 然后感觉就是 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那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是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 一起来的那个感受 就是跟昨天晚上睡觉 就是入睡之前的那种 忧虑跟那种 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一模一样 所以睡觉的时候是这种感觉 早上起来还是这种感觉 那我就会 我就会想说 OK 昨天是这样 今天也是这样 明天应该会这样 所以对未来是完全没有盼望 觉得每一天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我就写一封 email给我爸爸 那时候我在加拿大 我爸爸在台湾 我就跟我爸爸说 Hey dad like 当我用英文习 我说I don't feel like living anymore 我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 你懂 每天就这个样子 我也觉得 我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 我也觉得 别人的生命没有价值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我今天就算死了 别人死了 根本不伤大雅 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爸爸看到 一个孩子信这样的email 他的那种心情跟那种害怕 所以他就把这封 email 转寄给我的心理医生 所以我因为每个月都会去看这心理医生 那个月我妈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他就说 医生就把这email印出来 我在看心理医生看到一半 他就把email拿出来 他就问我 Peter 这是不是你写的email 我就看了一下 我说 对啊 这是我写给我爸爸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爸爸非常担心你 所以把这email forward给我 但是他说 Peter 按照加拿大法律的规定 因为你是在文字上面 这不是口头讲 在文字上面 已经对你的自己的生命 跟别人生命是有危险的 因为你觉得 我的大家死都没有关系 自己死都没有关系 所以他就说 按照我们的加拿大法律规定 我不能够让你离开医院 你必须留院观察 OK 然后我坐在那边 你会突然间不知道 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会觉得好像 自己突然间变到个电影里面一样 就是 like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你知道那种感觉 然后他一说完了 就有两个 就是那个大汉 就是那种保全人员 就出现在门口 我到今天都还在一直想 他是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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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个扭案 还是什么 他怎么有办法 就是一讲 真的是一讲完 就两个Secure Guard 就出现在门口 然后他就跟我说 Peter basically他说 We can do this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就是你要乖乖跟他们去 就是你没有选择 你一定要跟他们去 所以他就把我带到 那个 一个很大的医院 就带到医院的 那个精神病的 那个 the psychiatric ward 带到那个 psychiatric wing 是最里面的一个地方 把我带进去 然后把我关在一个 我就被关在一个房间的里面 对吧 No 天哪 真的 然后就觉得 我那时候走进去之后 我就想说 Oh my gosh 我人生大概完了 因为我知道 我今天会来看心理医生 会来做这个 是因为 没料到这么严重了 而且我那时候是感觉是 我是因为忧虑才进来 你把我放在这边 因为我不会突然去 Oh I feel better 然后突然去感受 对对对对 你懂吗 我就觉得 我看不出来 我不觉得我有办法 从中间走出来 对对对对 而且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时候 当然你回去 从头想的时候 有的时候只是一个 那一秒钟 心情上过不去 但不需要这么严重吧 对 他会这样子做 是因为 那时候是 我记得是 90年代的末了 那时候美国有发生一个 校园枪击案 Columbine 那现在其实 我觉得蛮可悲的是 过去这20年来 美国校园枪击案 越来越频繁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还没有 那个时候90年代 在Columbine 有一个枪击案 就是有几个学生 穿着Trenchcoat 进到学校 杀了几个 所以那时候 整个是震惊 整个美国 加拿大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们其实对孩子 在这方面的一些 反差的行为 或者是这些 其实非常的谨慎 所以他们 可能是有点 overreact 但是 我不会怪他们 我了解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做 哇 所以那个 多久啊 他把我关进去的时候 本来是说 你要 我记得 我已经忘记 大概是7天 还是10天 你需要在里面 至少要关在7天 10天左右 那 我进去的 第一天晚上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就哭着跟我妈妈说 Like Get me out of here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我不想在这边 可以让我出来 我妈妈也是 她也无能为力 她就说 This is I cannot control 这个 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那 那我妈妈那个时候 她其实 不能 不敢说 不能说完全是基督徒 但她却带我做一个祷告 OK 对 然后那时候 我也不敢说 我完全是基督徒 虽然我已经受洗了 但是我觉得神就是 高中生嘛 就觉得神只要确定 我不要做坏事啊 所以我其实也 没有跟神 有很深的一个关系 然后 我觉得 第一天 就是他 他就离开 就回家 然后我就在那医院 然后我记得是到 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晚上 我已经 我不是很记得 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晚上 我那时候 躺在床上 然后那个房间 你可以想象它是 一个房间中间有一个床 然后三面的墙都是十墙 然后有一面墙是玻璃 就是全部落地玻璃 是从外面看进来 走到可以看进来 因为他们要看 他们要看里面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就躺在那个床上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戴着眼镜 他眼睛都拿走 因为他怕眼睛会 对 会做一些东西 然后躺在那边 大概半夜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醒来 然后醒来的时候 感受到 一股很深的一个平安 在进到我的里面 然后感觉到好像 神的同在走进房间 那因为我有去教会 虽然对神不是很熟悉 很认识神 但是我听过基督徒 讲过那种 the peace that's beyond under神里 然后出人意外的 平安 然后神的同在 我听过这些的 所以那时候我的感受就是 oh I think 我可以感觉到神在这里 ok 然后我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声音 就是在说 在跟我说 it's gonna be ok it's gonna be ok yeah 然后就躺在床上 我就 我还记得我躺在床上 我就开始 我手举下 我就有点在敬拜神 ok 但是我不敢 太大的敬拜神 因为在疯了 因为你躺在那边 就是 就是人家觉得 你真的是把疯了 所以我就 躺在那边 然后突然间 我就有个念头 就跑进来 那念头很奇怪 那念头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 在想 hey I wonder 我在猜 今天晚上的 曲棍球比赛是谁 因为多万多 有个曲棍球队 那我就很久 没有这种想法 ok 因为我都自己 在自己世界的 那天晚上 我突然间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知道 something change 有些东西不太一样 ok 因为一个 一个我本来很在乎 但后来不在乎的东西 ok 但是在那天晚上 突然间又 在乎了 又在乎了 嗯 对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妈妈来找我 就跟我妈妈分享 这个见证 那时候也不叫见证 就是分享这个经验 然后妈妈就说 其实她那时候 有去找我 之前有去的教会 请她们我祷告 所以我就真的 可以感受到 那是神在做事情 所以后来我在里面 大概关了 大概 大概可能四天吧 五天后来 医生就让我出来 就有点提早 少过 因为本来她要的 对对对 感谢主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讲太多 因为要大家来看书 对不对 这个书里面就是在 要讲之前 对对对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后教会 全世界 其实我们看到 你们这几年 所做的 真的很成功 大家都有目共睹 但是可是书里面有提到 其实这跟你在美国 在参与的一个实习的教会 有关 你要不要跟我们 不要讲太多 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书 但是我们 我们在看你的书里面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实习的那个游民的教会 你跟我简单地讲 我那时候在美国 在Tosal 道沙 奥克拉荷马族 是一个 就是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在哪一个地方 那我去那边是因为 那边的神学院 我想去那边念 那念神学院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学 那我这个同学 他已经是一位牧师了 所以那时候我去念的时候 我还不是 我只是大学念 我去念神学院 那他跟我不太一样 他已经人生 有很多的经验 结了婚 有了小孩 他以前是在军队里面 专门 他是那种 就是专门训练 新兵的那种 他的工作 那后来他信主 然后当牧师 那他对游民 有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如果你可能 去过美国的话 你可能知道 美国的游民的问题 是非常严重 非常非常严重 尤其在 因为美国是 很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有些地方很冷 有些地方天气很好 天气越好的地方 游民的问题会越严重 所以像加州 或者是Tulsa 这种地方 因为冬天 在那边比较没事 不会人死在街头 所以那边 Tulsa 那个城市的北边 很多的游民 他对这些人 很大的一个负担 他就开始一间教会 去专门去服事 这些的街友 大概教会 可能有一百多个人 大部分都是非裔的美国籍 就是African American 黑人 然后有些的Hispanic 有些的从中南美洲来的 这些的人 那他那时候是我的同学 他是幕会了一阵子之后 他觉得想要更多的提神 就来到神学院去念 所以我是在跟他认识的时候 有一次他就跟我分享 他在做这件事情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已经找好 我要去实习的教会 是一个在Tulsa 一个华人教会 然后我已经找好了 而且有 蛮不错的待遇 这些东西 但是我大概跟他聊了十分钟 我们在一个BBQ 聊了十分钟 我就决定我要跟着他 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 热忱是有影响力的 It's contagious 当一个人有热忱的时候 你跟他聊一下 突然就自己也会 对这有 那说实在 我去做这个 我那时候不是因为 我有很大的爱心 不是一个我一个博爱 然后讲说我要去服事街友 其实我那时候是一个 很大一个挑战 因为说实在 我这个呢 我有时候觉得 我的爱心好像不够可以当牧师 但是那个时候 我跟他聊了 我就觉得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him 跟他 我觉得很难想象 为什么会有人对 这些人是有这么大的热忱 但是当下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关键是 当下他在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旁边有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都不讲话 那这个人呢 看起来就已经 可能已经五十几岁了 这个人 是他在监狱里面认识的一个人 这个人因为他 杀了他的妻子 Accident 他说是 Accident 但是其实 You know We never know 他在监狱关了二十几年 然后后来被放出来 Passor Greg 就是这位牧师 他在监狱去服务师 去认识他 出了监狱之后 他就跟着他 他有时候会带他一起到神学院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他会问老师 今天我可以带着我这个 他在disciple这个人 带着他 所以今天 那天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 这个人就在他旁边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个人 真的好传奇 真的好厉害 就是你有办法 就带着这个人 从监狱出来 然后带着他 跟着你的家人 他在一起 然后 杀了饭 杀了饭 对 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好我想跟着他 去做这件事 所以那时候 我在跟着他的时候 他教了我蛮多的东西 所以我人生 其实有几个 很棒的老师 导师 他一个 训贞牧师 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他们教了我很多 关于服饰上面的 一些的DNA文化也好 那我们在了后 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 人是值得的 我们会说 神是配得 人是值得 那人是值得 这个idea 这个想法 是从他身上 所学习到的 就是这个游民教会的牧师 对 Pastor Greg 那我在书里面 有提到的是 透过怎么样 他教我这样的一个 这么重要的功课 所以这个功课 从那时候学习到 后来开始 Hope这间教会的时候 也成为是我们 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从那个教会去 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 最后跟我们网友讲讲 这本书为什么非看不可能 你写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一下 我不敢说这本书 非看不可能 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 一模一样就是 如果你只要看一本书 就看圣经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时间 或是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本书是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人生都会有些的破碎 对 那 尤其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会 有时候会在一个 感觉好像破碎是过去式 但我觉得破碎不是过去式 可能伤口是过去式 但是那个疤痕今天都还在 是我们一直carry的 那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 听众啊 观众其实都有这些的故事 有些故事是 大家都知道的 你在小组有分享 你跟其他有分享 有些故事我相信 可能你没有去分享 那 有时候讲不出来的故事 反而是印象最深的故事 那 那 我不敢说这本书 有所有我的故事 但是这本书 有足够的故事 是讲到我过去的 这些的伤痛 那这些伤痛今天 变成是一个疤痕 但是疤痕 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是丑陋 它只是一个 代表 我受过伤 代表我经过医治 那代表我今天还是活得好好的 因为不会 很少人会看了一个尸体 说这个有一个疤痕 他就会看那个活的人 说这个有一个疤痕 所以 我希望这本书 可以帮助到大家去 去 去勇敢的去面对 人生过去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 我们要做的 不是只是勇敢做 我们要做的是勇敢去面对 我们的过去 勇敢去面对 我们生命一些的状况 那我希望这本书 可以帮助大家做这件事情 太好了 这个 跟所有的网友 再次的推荐 他是皮特的新书 管他的就是要盼望 其实 现代的人 我想如果缺乏什么东西 大概就是缺盼望 那如果你正在 想要读一本好书 推荐你这本书 管他的就是要盼望 赶快去买哦 哈喽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只要我们有新的信息 我们一定会最快的时间呢 上架 让你收到 只是均匀了点 上帝祝福大家 拜拜